巴黎疗养院在民国79年创院的同一年 设立了作业指导室 开始进行职能治疗的服务 隔年更成立了职能代工厂 进行病友的工作训练 到现在代工厂已经达到 有100多人的规模了 休息时间一到 工作人员依序打卡准备回病房 这里是巴黎疗养院的职能代工厂 上百位病友在这里工作 既能接受职能治疗 又能够赚取工作津贴 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还是以养成他们工作习惯为主 那在他们本身有工作动机 跟意愿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去鼓励他们 那多做一些其他各种不同的工作 那从一个单步骤的动作开始 那到多步骤 接着下来就是我们能够合作 然后甚至在做操作一些简单的机具 我们是这样训练的一个步骤 职能治疗师会评估病友的功能障碍程度 安排适合的工作 像是领班小许就表示在这里工作 让他觉得有目标生活更快乐 因为工作才有生活目标 那你们工作的时候可以聊天吗 也可以啊 所以一边工作跟大家一边聊天很开心 对 会不会想说之后可以也是去找一些代工的工作 出院以后 对啊也是这么想 为了让病友有不同的刺激 代工厂的产品五花八门 从隔音耳罩 海绵 雨刷等等都有 那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呢 现在就主要还是像 比如说像这种 隔音耳罩 那我们除此我们有塑胶 塑胶涉处的一个像这种是喷水头 原液用的喷水头 那我们做这些还有以前 我们还有做过类似的像海绵 我们做的东西种类一样是很多 那并没有说他们特别喜欢做什么东西 而是说我们只要能够给我们做 我们只要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能够做得下来 我们都愿意去尝试 为了维持稳定成长 院方目前仍然继续积极拓展新货源 也希望有更多厂商愿意与他们合作 记者蔡振贤的满汇 巴黎采访报道